啊 先下再上 現在就下了 接著呢 上樓梯 只有一套樓梯 左邊上樓梯 怎麼上啊?這裡 不像 有個混蛋 垃圾 是不是這個 出去 這裡是下樓梯 先下 接著再上 這裡啊? 再上了 哇!射應步 剩九 殺 哇! 怎麼扣這麼多啊? 等等等等 不要啊 神經病啊 撿下去 哇! 狂居! 哇! 殺!殺! 穿那個女王衣服 怎麼這麼容易被人打 他是不是這裡啊? 先嚇一跳 對嗎? 在這個位置 第一次見他 不是入屋 你外面外場 門口 門口左邊 現在走得正確嗎? 究竟 等等 快一點點 我下班了 人妖打雙倍 四十零四 扣了很多 應該不會死的 子彈 我先回家 說一下 去那個什麼地方 前面有些光 啊? 就是他啊 他自殺 他什麼自殺 死的下半身 萎縮 還是什麼? 捲賣一塊 啊? 在這裡 捲賣一塊 先收拾他的東西 光輝! 該死的 亂殺 喂!有皇冠啊 喂!可想拿啊 這樣啊 就是這樣啊 這樣就完了 是不是? 是不是OK了? 在這裡讀賣的 潮文差不多了 今天 成功 瘋和 等一下 先 換上衣服 好 變回 成功 瘋和 血染的女 哦 好,跟朝鮮差不多了 今天有一位德風的兄弟說的 一個8號餐加大飲可樂、小冰 我從來沒想過在街上買個麥當勞也要受氣 嗨伯母已經不是第一次幫我下菜 這次下菜不僅是給我臉色 一開始已經說得清清楚楚 說兩個餐都要蜜糖粉 那四件搶雞翼要全翼 誰知道他給了兩包紫菜我 蜜糖味是比紫菜味好吃 我相信這是公認的事實 但沒理由要他給錯我 那我就硬是要吃紫菜味 這樣跟我明明買了一張票 要看陳奕迅演唱會 但出來變了臨風的分別 我轉身說 麻煩,我是想要蜜糖味 誰知道他扮聽不到 我唯有好禮貌地說多一次 始終不悶是不行的 影響我吃的心情 他竟然 啊 今天後今天面 擺明嫌我煩 還慢慢拿出兩包紫菜味 那時候我已經心想 你沒有病啊 自己給錯還要 黑口黑臉 對不起也沒有句 正當我心裡麻煩他的時候 不知道他是不是會讀心術 讀到我心在罵他 他竟然呢 一下子把兩包粉 掉到其他客人的盤裡 而不是親手遞給我 啊 嗨你伯母啊 幹什麼啊你 這句我當然 收在心裡 始終我也是一個偽君子 端然在公眾地方發火不是明智之舉 之後呢 我把手上的兩包紫菜粉 不自然地調到那個盤裡 快手撿起另外兩包紫糖味酒 一邊走路回家 一邊想起剛才所受到的屈辱 我越想越生氣 為什麼要這麼受氣地撿起一包粉呢 為什麼明明不是我做錯 但我也要受氣 我知道這次絕對不是個別的事件 因為我已經看到類似的情況 發生在這個職員 和另一位顧客身上 當時我旁觀者的角色 純粹想這個員工是不是有問題 但我這次不是旁觀者 而是受害人 逛逛逛逛逛 發現已經回到家了 如果上天有得給多一次機會 我絕對不會選擇 忍氣吞聲 我毫不留情 狠狠地把兩包紫菜粉 一下子撞到八婆那裡 那個黑喉黑臉 我嗨你呀 自己給錯東西還敢欺負我的臉 還發脾氣沒有 扔包粉 回到家 我和我家人 細嫂這個員工的惡行 之後一邊吃色色薯條 一邊看垃圾TVB 嘗試平復心情 不過心裡已經 籌惡要打一篇感受了 吃完我媽媽知道 我看到沒有泰式辣醬 心想 嗨阿姨連辣醬都給我 幸好我一向吃雞翼都不點辣醬 然後我打開一盒雞翼 爆了一句 嗨 為什麼全部都不是全翼來的 我這邊問 其實我想說為什麼 現在麥記的排隊制度很白痴 現在他收錢的人不會和你收餐 他一分開 兩隊收錢 有時候不是只有一隊收錢 收錢的隊已經排得很刺 然後等餐 一邊走一邊 我吃麥記的快餐是十分鐘內 那便吃完 現在起碼拿餐半個小時 我現在麥記的超級白痴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覺得這個制度好 我不知道有什麼好處 就是收錢收得快一點 收了錢 等不及你可以走 你可以不要餐 然後你的包給下一個 我覺得很愚蠢 今天我們就差不多了 我們終於成功殺了他 明天我們繼續可以不幫的故事 應該可以 又可以推進主線 真是好 好 請安大家晚安 拜拜 先這樣 完